呀兄弟们 又是一款非常重量车型 坦克的500 为什么要拍这台车 是因为年轻上次开着SQ求婚那个兄弟吗 他呢 喜得贵子 然后要结婚要换车了 他非常感兴趣现在的坦克500 咱们可以看到坦克500整个的尺寸还是非常高的 你帮我看这个特别雄伟的车头 帮我它非常man 有棱有脚这么一个车头灯的设计 整个中网镀铬的材质 而且整个车头非常的虎视 基本你看全都是非常硬汉的直线的一个线条 在放机杆上流淡了隆起 然后之后呢 配合一个坦克的标志 整个前两个还是非常大气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看这个轮骨你放心 80%买坦克500的车主 随后一定会把轮骨换掉 配上一个AT胎 配上防托圈 我觉得是这个坦克500的目标客户 一个随应有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它跟这个坦克300并不同 坦克300更倾向于去玩乐 去越野 去改装 坦克500呢 我更倾向于它是一个轻足的改装 而且是在这种城市中的非常豪华的一种SUV 上面也是有行李架的 后排还配备了一个隐私玻璃 整个尺寸还是非常高的 你看我1米85这个车 已经比我的身高还要高了 而且你看它的离地间隙其实非常大的 包括它的悬架可以保证一个在一个极端的情况下 这个在这个野区里把人带出去 来到了后门 这个被挂式的一个备胎 还是非常的野性 也符合这个整个越野车的一个调性 然后这种树枝的大灯 你别想它树枝啊 看到吗 看到那几个棱角了吗 还是非常有设计感的 并不落俗 然后呢 之后呢 也是这种侧开门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拍这个版本呢 是一个七座版本的 如果你把这个D3放倒 把D3放倒之后呢 你会得到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后部箱的空间 不管是在你越野还是穿越的过程中 还是非常OK的 但是 如果你要坐人的话 你刚才也看到了 后部箱的空间并不够 但是 哥们 越野车就是什么呀 三个人 三个非常鲜爱的男孩子 带着帐篷 带着野车的工具出去玩 这么过门都是有野性的代表 然后之后呢 我们来上这个车里看看 这就是一个SUV的象征 哥们儿 一个电动脚踏 然后你要扶着在A柱上的把手上车 你坐在这个车里 单手扶着这个方向盘 然后你去看眼前的视野 这就感觉是一个开越野车的感觉了 你知道吗 就特别想开这车 然后去这种飞扑上路面 然后晃悠 晃悠 晃悠 这个才是真男人的浪漫 真男人一定要有一台越野车 因为你去看那些美景 那些无人区域 一定要穿过南斗的路 这时候这辆越野车就可以陪着你去看这个美景 而且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台车的配色非常的漂亮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老气的配色 而是一个这种深蓝色搭配一个白色的配色 这种白色就显得很高级和豪华 这是一定的 而且它的翻盘也选择了一个双拼的这么一个颜色 中间是一个白色的翻盘的喇叭 然后之后呢 是蓝色真皮配上同样颜色的缝线 水晶挡瓣 然后里面呢 还有坦克的标志 然后之后你可以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配置 除了座椅通风 座椅家的这种豪华车该有的配置之外 看这个了吗 坦克掉头 然后之后 包括四驱 包括后面的插速锁 模式的调节 还是非常酷的 然后之后呢 它跟坦克三百 不一样的是它还兼顾了一个豪华的作用 所以在中控台上 除了木纹 还有一块非常精致的小表 配上这种龙鳞纹反光镀铬的这种材质 整个空调的控制性放在中间 然后之后呢 打天窗 后排 我目测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隐私玻璃 这张帘全部配备给你了 我觉得坦克五百定位真的很清晰 它的客户是什么 现在就有钱 有闲 能去直接消费 然后开这台车出去玩的那客户 说白了就是老哥哥们 老哥们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台车 那昨年轻人呢 我们也有需求 那尤其是像我那哥们那样 他家里现在人够多 而且他需要的空间非常大的话 那坦克三百都不聊你 你又想找一个自主品牌非常酷 非常有样的越野车的话 你想他跟我不一样 我想改装车他就选越野车 坦克五百一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它至少让你花到了很少的一小部分钱 去买了一台非常非常越野能力强 而且动力非常出色 3.0T V6的这么一个发动机 还有越野功能非常齐全的配置 所以说我现在就觉得China No.1 我在这些车里感觉中国真的越来越好了 而且尤其是我们之前开的H9 去过乌兰不同越野之后 我现在特别信任中国自主品牌 尤其是长城的这种越野能力 不错